这鱼有点牛,单单是叫法就有若干种,在我娘家我们叫他唐刺,在婆家我们叫他格格燕,还有地方叫黄辣丁,黄骨鱼,黄角丁等。 孩子刚吃腐蚀拿花,婆婆跟我说孩子是格格燕聪明,我就问格格燕是什么,婆婆不会普通话,也解释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鱼。 后来问老公,老公还说是头部带着两根大刺的鱼,这才明白格格燕就是王刺鱼,这名字叫的也太阳气了吧,要说这王刺鱼,很多人不确认他的原因说是这鱼有微毒,其实只是王刺鱼的两根大刺,如果扎到的手指或者皮肤,严重的时候会肿痛,稍微消毒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 这鱼通身就只有中间那根刺,肉质鲜嫩好熟,王刺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,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,而王刺鱼含有的微量元素痛,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,可以促进骨骼和大脑的发育。 当然了,王刺鱼还含有钙、铃、美、甲的微量元素,所以给正开学的孩子多吃王刺鱼,不仅好消化,还越吃越聪明末。 王刺鱼一般用来烧汤或者红烧,小时候经常给孩子烧汤喝,鲜美买白的鱼汤一喝就是一大碗,现在长大了,喝腻了,每次买鱼都叫我红烧,然后边吃鱼,边用手中的馒头去蘸鱼汤吃。 王刺鱼在我们这里也不算很便宜,今天买的是好几亿斤呢,红烧王刺鱼食材王刺鱼,葱、姜、蒜、小茴香、花椒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白糖、盐、食用油、香菜。 不准,一,王刺鱼清洗干净,用厨房剪刀剪去头部的两根大刺,那两根大刺很厉害,为了避免孩子碰到,所以我剪掉了,二,葱将蒜切片,准备花椒和小茴香,小茴香用来炖各种鱼都是绝配,去清增香。 三,锅中倒油,由热到入葱将蒜,花椒和小茴香煸炒,一只灯炒出香味为止。 四,倒入两碗清水,王刺鱼比较好熟,所以水量不需要太多。 五,王刺鱼沥干水,一条小的放入锅中。 大火煮,平时我们做鱼一般会先降鱼煎一下再炖,但是王刺鱼肉特别嫩,所以我通常直接炖。 六,大火煮开,倒入一勺料酒,二勺生抽,一勺老抽,一勺白糖。 七,锅火继续炖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,不想要太多汤汁的就大火收一下吃。 根据口袋添加适量盐,撒上香菜出锅。 小贴士,一,昂刺鱼土腥味比较重,建议大家炖的时候加点小茴香试试。 二,昂刺鱼比较好熟,不要炖太久,要不然肉都炖散掉了。 三,喜欢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一起炖,更香更好吃。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,红杀王赐鱼,你们喜欢吗? 谢谢您阅读我的文章,我是美食作者若鱼妈妈,更多美食菜谱与明分享,期待你的关注,留言和转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